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2017 KPL春季赛 常规赛的比赛 直播现场 我是主持人之内 现在站在旁边呢 就是来自AG超王会的刘苏 来先让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刘苏 那这里有个问题啊 就是刘苏 听说你是睡神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关于秒睡的经验吗 其实我并没有秒睡过 只是因为灯光照得比较有困意 所以眼睛一直是眯着眯着 灯光照得比较有困意 所以经常是困困的 是吗 对 所以被冠以了一个睡神的称号 非常的可爱 那马上在季后赛 AG超王会就要对阵到AS先隔了 大家都知道 在去年总决赛上面 这个AG超王会是 惜败了AS先隔 那上个赛季的话 刘苏是没有在AG超王会 这个赛季也是 陪伴了AG超王会一个赛季了 在这里有什么话 想要对AS先隔说的吗 其实看了最近的比赛 AS先隔最近状态好战不太好 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压力 哇 刘苏超自信的说 觉得季后赛我们没什么压力 那么我们也是期待 AG超王会在季后赛的一个表现了 那大家也都知道 AG超王会在上个赛季 是保持了一个12连胜 非常高的一个连胜的战绩 可以说在上个赛季是未尝败季 但是在这个赛季 虽然说没有能够保持连胜 但我相信你们一定也有很多的收获 那你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你觉得这个赛季 AG超王会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其实输了这么多还是有好处的 其实可以吸取很多经验 然后导致我们变得更强 对 确实是尝试过失败之后 可以吸收很多很多经验 让你们变得更加强大 对吗 那么也是恭喜AG超王会 今天又拿下了这一击分 虽然是最后一场比赛了 依然是认真的对待 我们也是再次恭喜AG超王会 感谢刘苏接受的采访 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上微博 关注KPL网主帐联赛 在置顶微博向你喜爱的大耳神提问 他有可能会在赛售赛后 接受我的采访哦 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席